冬叔 看育會主席盧永文先生 東井沿佛會臨東會長 那麼多位嘉賓 那麼多位巡遊的旅員 街坊早晨 很高興今天可以擔任 今天巡遊的其中一個主題嘉賓 看到那麼多位 身穿那麼色彩繽紛的衣服服飾 和那麼多隊龍虎隊 實在是令人非常興奮的 那麼我首先在這裡多謝兩個主辦巡遊的團體 他們多年來在我們的社區 無論在康樂和社區其他的事務方面 都貢獻非常之多 我們在這裡首先鼓掌 多謝他們積極的參與 在去年深水埗體育會和東井沿佛會 首次合辦一個巡遊 非常之受歡迎 隊伍鎖經之處 隊伍鎖經之處都吸引到大批街坊 前來觀賞 規模十分之盛大 所以今年我們再搞一次這樣的巡遊 在區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攤位遊戲 還有歌星來表演 相信今年的街坊也都一樣可以欣賞到我們今天精彩的巡遊 這次巡遊的主題呢 也都是希望可以慶祝我們廣州亞運圓滿地完成 剛才這麼多位主題嘉賓呢 都提過我們今排的數目 是歷屆亞運來說 港隊是最佳的成績 但是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我們體育運動員 背後的體育精神 譬如我們的室內單車計分賽的王允賢 他富商這樣完成了賽事 還可以取得銀牌 還有我們王金寶單車手 亦都是以37歲的年齡呢 仍然可以拿到金牌呢 這些體育精神 一樣是非常之值得我們去支持的 還有就算是其他沒有獲得金牌的運動員呢 他們一樣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成績亦都是有所進步的 那希望大家在記得我們金牌運動員 他們精彩的表演的同時呢 亦都是可以鼓勵我們其他的運動員 他們一樣呢 是可以在我們將來2023年的亞運裡面呢 是可以取到佳職的 那首先呢 我都看到這麼多位的隊員呢 亦都是很期待這樣出發 那我在這裡呢 再次恭祝我們 我們今次的活動呢是圓滿完成 祝大家是龍馬精神 心想事成 多謝 多謝 我們今次的活動呢是龍馬精神 你不用再接受 一遍 當下聽到